今天我们来吃年夜饭 这不是马上快过完新年了吗 跟小店员们一块吃个团圆饭 大家一块团团圆圆过大年 而且过年就要热热闹闹的 一会带你们去能放泡的地方放个泡热闹一下 今天我们吃点店是我在网上搜了好酒 感觉能把北京的小伙伴吃的年夜饭的 所有菜系都包裸起来的一家店 叫明园餐厅 就在这个贡院东街 斜对面的一个胡同里 今天不光是我们这个北京的小伙伴郭新年 组呢也可以代表南方来看看这个南北吃年夜饭 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么今天我们再品尝一下这家明园餐厅 为了大家怎么样 Let's go 这有人打灯镇就 瞅着点车 胡老师已经提前站坐去了 人爆满 他订了一个二楼的包厢 到了地儿了 明园餐厅 这个餐厅年味挺足啊 门口好多大灯 有亮的有不亮的 Let's go 你好 订的包厢二楼 二楼的 这儿吧 怎么上去 好嘞 这我们自己休息一下地儿 好 好 谢谢 打包厢 哎呀你不是吓着呀 吓着吗 点菜吧 点那个虾子里面饭的代表菜 我来一个红烧带鱼吧 我直接写吧 不看 红烧带鱼得好 一个 我来糖醋里面 你谁弄做糖醋里面 我就是每次想什么人弄做 白铁鸡有吗 白铁鸡肯定没有 除了白铁鸡 还有什么能代表广东的过年的年叶饭 大鱼大肉 大鱼大肉就行 我们家是 这个松鼠柜鱼 长得就不太一样了 那这个呢 我就是那个 第一个长得就不太一样 清蒸多宝鱼 对对对 对对对 来这个 我给我点一个 来一个这个吧 高开酥皮虾 什么高什么 不是你缺钙 你给你给我钙 北京的小伙伴们 你们有多久没听过 你家缺钙这个词了 这看什么这词 这个词 哈哈哈哈 赶紧点一下 你家缺钙 行我够了 我够了 好 咱们代表金金记的小伙伴 点完了 主动的代表南方小伙伴 也点完了 由于经费有限 咱们再点点菜 还差 闪肝 宁清心 云贵 分鲍鱼 不不不 就是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 就融合一个菜里吧 在这点一个 黑椒牛柳 行吗 看 点头呢 哦 答应了答应了 有以为什么 是为谁 喝什么 喝 代表全国的小爷 喝北冰洋 好嘞 要不喝个 mater家汤 有凉有乐 行好嘞 走 冷的一季 你怕疯心 疯心 疯心现在是大形式 这样 没有 谢谢 脱鱼吧 就不是有一个 成语叫 你叫鲁鱼得水吗 现在你来 鲁鱼得水 好了 糖素理解 糖素理解 这发音挺标准的 这叫糖素理解 开放 好了 糖素理解 理解吧 是我想吃的吗 是你想吃的吗 是你想吃的吗 每年我都想吃的一块 有没有什么可能就是 你妈不会做啊 就是少吃甜的 就是不会做 牛什么 铁鱼把牛肉丸 好 谢谢 这多热闹大过年呢 这就不是 你把手放开 我不怕 这不热闹 代表这个大部分地区的整个人 这叫鲁鲁鲁 给我鲁鲁 大家上车里收到了 收到了 这全是散 第二 这一碗牛肉丸 这甜碗和腰肉就是小时候那味 是不是 特别动工 还有牛肉丸 特别嫩 那过年还就吃了牛肉丸 就是有可能别的地区的小鱁鱼 过年了 多点甜碗 给他们点 你不想吃吗 不是 我这大鱼 我点这胡椒带鱼啊 就从我济世开始 15% 不想说上了一呗 从我济世开始 就从没缺席过 这胡椒带鱼 每年过新年 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半都吃 你知道这带鱼 我们家也是 然后我那些姑姑们 然后就开始讨论带鱼 一般夸都是 哎呀这带鱼好呀 国产的 进口的 国产的有区别 进口的带鱼宽 都用锅 但是他有点发财 但是带鱼 其实就应该吃那个宅 宅了 这不知道是什么 你常常有没有那豆 有豆就是进口的 那你也吃 我这是智慧包 你没豆吧 智慧包 智慧包 智慧两个呢 胡老师 你养鞋 是吗 炸炸 红烧蛋军 正经红烧了一片鱼 你家会做鱼菜 北京菜就是鱼菜变形了 那八大牢大部分都是做鱼菜 好吃吗 好吃 但它这个就是 红烧味儿这个味儿大 没那么碰 只要你吃口 吃那个味儿 味儿大一点 炖成黑小的那种 对对对 你出二得吃你就黑了 你一般在吃饭 那些饭都吃饭 各位守好几天 广东那边有这个 就是大家在这吃完饭之后 再剩点菜 好像是有 一年年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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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剩什么菜 什么不好吃 剩什么煤 好吃 趁热就吃煤了 来来来 野鱼 你再把南方小姐来尝尝这个 鲁鱼豆水 我们面鱼饭有鱼的小孩回来要 拿勺子要 因为它会炖得比较烂 是那种金属的长手 野的长手 就这么吃 就这么吃吧 来 凑合是这个 那种勺子 这没有那种金属的勺 感觉更是家乡的风味 有家乡的 有勺了是吧 拿勺款的味不一样 它那个酱汁 它就说它有个很好的比例 有道理 会不会有一个东西叫一碗勺 这勺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老板拿那个卡纸凉奶 就是每个都有那个 对对对对 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这个是你刚才拿的 对不对 这个就特别的有家里人的那种感觉 对 这些都是冰冷的 对 哪个是我刚才拿的 这个呀 是不是 好吧 尝尝这个 可以给你剪的 还特意盖了腰果 人家不慎 双果几下我 体不体别 吃完这门饭 动作脱肚 我先补个腰子 腰果行 腰果不哈了 是吧 不哈了 加了没有 都不吵 再加一块呢 那里面也都不敢干 你先炸过 更容易吃可 对呀 是吧 吃水骨盖了 第一口来虾子 甜吧 哇 赶紧吃那高盖 酥子 就是酥子 虾子 虾做得不错 是吧 捕上了 多吃点 吃一个哺哺鸡 我都想吃点一句 我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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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都没有问题 其实回不回家 我不行 我在这儿 因为有个管子 给我爸妈管外 吃点 吃点 你写作业 不光可以写作业 还得干活 算了 就有什么不惠的老板碗 985的提老问我 能问酒哥吃什么呀 后来就改问酒哥吃什么呀 可能跟你老师涮肉那个料 我们车不太灵 哈哈哈哈哈哈 哎 有没有一种容器 可能叫做碗 哦 没碗 我看 哎 你拿贝勒喝自己的汤 我给你们俩成碗 我没碗了 哈哈哈 你这怪异形没有 干 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哎 真是高醉 哎 哎 你还是高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不了算了 他呆了 你看他就改头了 哈哈哈哈 有点肚子都吃肉碗了 是的 新年新年来两个子 就全网找吧 哎 这么客气的 对 全网没那么客气的 哈哈 没那么石头呢 新年进了两个汤 我来一个家人 2 hours later 差不多了 我来表演一下吧 看什么呀 一口吞大虾 你这是什么呀 你这样我也行 那你来一个 我不用 行啊 是差不多了 最后一口 没事 谁吃虾脚啊 行啊 吃完了 点评一下啊 就是这家店呢 就首先呢 它菜便宜 其次呢 那你来一口 这个味道 挺好吃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在北京开了家常菜 南北方人都能接受 而且都爱吃啊 就这点就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们用科学打分法 给他打了一个4.166分 这回我们人均吃了96块6 就是点了9个菜 人均不过百啊 要是带上你们的话啊 这顿饭就相当于不要钱啊 就非常的便宜 接下来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快过新联了嘛 开头上也说了啊 带大家放个泡啊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荒郊野岭啊 这附近都没有居民楼啊 怕到时候扰民 这这这造型挺挺炫的啊 你们你们是啊拿着这跑吗 我买了两个大挂鞭啊 就是祖宗和胡老师一人一挂 到时候扔就跑啊 别炸着你们 还能用 还能用 能反复放 对对对 承冯到时候挂你那直播间 就没事炸他们一下 对 玩得还挺高兴啊 电子套啊 环保又健康 行 就是这么着 下回在咱们吃点别的 再见 新年快乐 过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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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